往豆腐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出锅就是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我们把豆腐放到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倒入大量的清水盖过豆腐 我们用食盐把豆腐给它浸泡一下 去一下豆腥味 大概浸泡20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片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剁成蒜末 蒜末我们一定要剁细一些 全部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生姜 也把它切成薄片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把它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把小葱 把葱叶和葱白给它分开切 葱白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剩下来的葱叶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装入碗中备用 有条件的再准备半个胡萝卜 把胡萝卜的外皮切掉以后 再改刀把它切成薄片 我们这里要切薄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了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再把它切成胡萝卜末 胡萝卜全部切好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瘦肉把它切成薄片 瘦肉我们一定要切薄一点 不要切得太厚 片切好以后再改刀切成肉丝 最后再切成肉末 全部切好以后也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调个料汁 一勺食用盐 一小勺鸡精 少量的白糖 一点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生抽酱油 再加入一点蚝油提鲜 最后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先放一旁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也浸泡好了 很多人都是把豆腐焯一下死 其实那样是错误的 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大碗里面 接着我们准备两个鸡蛋打入豆腐里面 然后戴上一次性的手套给它抓拌一下 我们要把鸡蛋和豆腐融合在一起 所以这里我们要多抓拌一会 一定要把鸡蛋和豆腐抓拌细腻一点 抓拌细腻以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再把葱花也加进来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我们要把葱花也融合在豆腐里面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豆腐才特别的好吃 全部搅均匀以后 把它倒进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然后用勺子将它整理平整 接着准备一个蒸锅 把鸡蛋豆腐放到蒸锅里面盖上锅盖 开大火蒸15分钟左右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切好的肉末放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地翻炒均匀 把肉末炒熟炒香后 再把所有的配菜放入锅中 胡萝卜也加进来 把刚调好的料汁也倒进来 这里我们一定要给它炒熟 大概要炒个一分钟左右 把所有的料汁炒至浓稠 这个时候我们锅中的鸡蛋豆腐也已经蒸好了 用夹子将它取出来 放到桌子上面 接着把刚炒好的料汁淋在豆腐上面 撒上一点葱花 点这一下颜色 真的是太美味了